剪刀不代表剪短的 剪刀不代表剪短是甚麼 剪薄 啊哇哇 啊,接下來這個月,究竟剪甚麼髮型好呢? Hey,大家好,我是Ricky阿查 今天我想帶大家跟我一起剪頭髮 為甚麼呢? 因為每段影片的留言 都有人問我 究竟Ricky你的髮型是怎樣剪的 又或者他們去到salon的時候 不知道怎樣跟salon師傅說 他要剪甚麼髮 你有沒有這些問題? 這裡是很多問題的 話說我平時有個習慣 就是三個星期至一個月 一定要剪一次頭髮 原因是因為我自己知道 我的頭型是有一些缺點的 我的頭頂是很扁的 然後我兩邊的頭型是很闊的 如果要剪出來就不會說了 所以我最主要是剪掉兩邊側邊的頭髮 而前陰這個位置就視乎 究竟我接下來想做的造型 而他決定我到底有多長和短 除了兩邊側邊的頭髮很容易長 我頸後面也有很多髮髮 接下來這個月 究竟要剪甚麼髮型呢? 不過幸好是Andrew幫我剪了很多年頭髮 由我九歲開始 33歲的導師王宥誠Ricky 就開始剪我剪頭髮 他非常熟悉頭髮上的缺點和優點 當然優點是比較多的 缺點是比較少的 好 嗯 嗯 太好了 還有一個項目要提到 就是我大部分頭頂的頭髮都很喜歡留厚 而留厚的幅度 我是由頭頂這個位置已經開始留厚 所以在髮型上的變化相對來說是比較多的 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頭頂這個頭髮是非常薄的 甚麼是薄呢? 就是頭髮很短 然後頭髮又很長 導致你遮瑪的時候容易一支支 又或者很容易很鬆散 所以留厚是對很多男生想變化你的髮型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環 這個位置是我其中一個很關心的位置 因為有些人剪到像一個角 但有些人就會剪了進去 所以我通常在這些位置是很多針著的 在拍攝鏡頭髮也會比較好 出鏡就真的好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要剪 你還沒剪頭髮也會剪什麼 正在拍攝你的 看電話 他看不到電話 他看到的 那個角的位置可以不要突出來 可以了 我們剪一點 我還沒剪 剛剛好 我起碼在拍攝鏡頭髮的時候 這兩個位置不是一個角 好 不剪頭髮真的好 真的是什麼 L L L和7 好 L OK 你後面都剪斷了 剪斷了 好 沒事我都是問一下 問題不代表質疑 我都是剪一下 剪不代表剪斷 剪不代表剪斷什麼 剪薄 這就是我剪完的頭髮 形狀上 確實是和大家平常看到我剪完頭的樣子很不一樣 因為剪頭髮最重要 就是根據你本身的頭型 和你想遮瑕什麼頭 為準 而我的髮型 因為我本身的頭頂是很扁的 所以我就要留口 而兩邊旁邊是很闊的 所以我一定要剪薄 兩邊旁邊 你看到 好像這些位置會飛起 不要緊的 只需要用少許 Gel 在這個位置按兩邊 把中間的頭髮全部推高 這樣我就可以很快地做到我想要的髮型 想之後這個髮型可以怎樣 Gel 和有什麼變化 記得按下這條按鈕 就可以看回台中髮型教學 前陰的頭髮決定 通常我都會和Andrew溝通一下 究竟我想弄什麼頭髮 所以和髮型師的溝通是非常重要的 這次的分享 就是平常我剪頭髮的一個習慣 和和Andrew溝通的方法 希望這次的影片可以給予大家 如何和髮型師溝通 剪到一個適合你的頭髮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 關於髮型上的問題 或者剪頭髮遇到什麼困難 甚至和髮型師的溝通 有什麼技巧等等 記得在下面留言 看看我可不可以下一段影片 再和大家回答 我知道大家平常喜歡留言給我 或者發訊息給我 問很多不同的問題 我現在發覺 一個星期只有兩段影片 好像不足夠和大家溝通 所以呢 小弟在這裡做個宣布 我打算嘗試努力 我們做一段影片 希望可以解釋到多些不同的問題 把平常我多點的生活 化妝造型和Like 字幕 可以和大家多分享 星期一至五 記得回來我這個YouTube頻道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新影片 所以大家記得快點訂閱 和按旁邊的小鈴 我們可以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